去過沖繩都知道當地有很多好食材 而最近旺角這間餐廳的大廚 就專程去到沖繩入貨買料 那有什麼收穫? 他們的烹飪方法是挺簡潔的 簡單的煮食方法去處理 呈現本身的原始味道做得不錯 而且調味也不會太濃 剛剛好 最好吃的就是用了和牛的牛舌 吃起來不騷而且很柔軟 加上用沖繩的四季甘 配合豉油和昆布雞湯煮的麵汁 酸甜的味道很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而雞腿就經低溫浸煮再燒 再灑一些沖繩的海鹽 柔軟又香口 本身的沖繩豬肉廠 他們自己做過品質檢定 要求多高和多嚴格 還有很深印象的就是 整個由豬怎樣去屠宰 整個處理的程序如何去處理 所以大廚都引入了半製成的豬肉食材 加點心思就成為了一道新菜 好似這道極邪惡的豬腩肉 汁料同樣加了沖繩的四季甘 再用辣香帶起層次 酸酸辣辣可以減去油膩感 整座富士山的豬手就用了前腿 肉比較少但入口清爽 好像關東煮一樣柔軟入味 而這個紫草麻薯也是沖繩直送 味道不算太甜但很香 最後別忘了來一杯沖繩雞味酒 用意大利咖啡豆自家浸的清酒 加入柚子有氣泡性 酸甜裡面還有些朱古力香 但咖啡因也挺多 小心睡不著